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口流利的日文 我们看到这整间店呢 其实除了意大利的浓浓的情调气氛之外呢 很多的这些厨师啦 或者是服务的人员 很多都是日本人喔 其实他们是把日本的很多精致文化 注入在意大利餐厅当中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请哈罗来跟我们依族介绍 其实这间餐厅呢 就是取名为加坡里 它是有一个简单的意思在 就是说日本 日本跟拿坡里 对 因为餐厅主要的一个餐点之一呢 就是拿坡里披萨 对 我们拿坡里披萨 它这个品牌创立当初的宗旨 就是说希望可以在台湾 把当初他们的意大利料理 刚到日本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比较精致 然后很高级 一般的小老百姓可能比较不太有机会 可以吃到意大利料理 那因为它在慢慢的在日本 人的改良口味方面都有 慢慢的变得日本 你知道哈罗 你一讲到披萨的话 我就会觉得说 哇 我在别的地方 真的吃不到这样的披萨 你们的这款披萨 四种口味在其中耶 这是哪四种口味啊 一开始是比较经典的那个玛格丽特 它就是简单的番茄酱跟起司 还有明太子海鲜照烧鸡肉 你看都日本口味 是 然后还有非常意大利口味的 对 它基本上面皮是传统的 正统的拿坡里披萨 可是只有两样那个照烧鸡肉 跟明太子是日本跟意大利混血 那我一定要讲一下 这道沙拉呢 刚才看到你们的店长马莎さん 他亲自就像我们去米其林餐厅 才会有很多沙拉 或者是甜点在你的桌边服务 对不对 这道沙拉 我觉得它气势也非常的有架势 这主要就是说 现场让客人看到这个 罗曼森菜的新鲜度 还有他可以亲眼知道说 自己吃的料理里面有加了什么东西 除了健康之外也比较放心 这看起来好汁 因为中间的那个蛋 让整个的沙拉看起来又更层次多 又丰富 对不对 那这道呢 这道菜我们帮它取名为 拿坡里玄月角 玄月就是指它的外形 它是以披萨的面皮下去包裹 松露酱做成的酱汁 然后经过高温通烤 四五百度下去烤之后 它会整个膨胀起来 然后热气在里面 让它被闷熟 我觉得有爆浆的感觉 对 对 只要切开就整个很滚烫的 对 沙纤维流出来 这道是沙朗牛排 对 其实我们刚开幕的时候 它并没有牛排 对 可是因为客人一直在跟我们 不许说希望可以吃到肉 其实这家餐厅 对 七月多才开幕的对不对 所以要尝鲜要赶快来 你们的肉酱面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哦 它非常的搞刚 那好 怎么说 对 一般肉酱面可能是用现成的酱汁 下去炖煮那个牛肉 搅碎 搅肉 对 可是我们的主厨 它是整块牛肉下去剁碎 才用美国的那个牛肩肉下去剁的 然后再加上主厨亲自调制的酱汁 所以它在我们餐厅是最热卖的一道 是 对 食物 OK 好 那这道呢 它是名太子意大利面 对 首先它的面条 我们是直接从意大利进口的面条 然后当然它就是 意大利做法中间会有流星 就是不会煮到透 不像我们台湾的面 通常就是 对 我觉得一定要 其实真正的道地的意大利料理的话 其实意大利面 其实还是中间是硬的 然后每天用新鲜的花枝 还有日本直接进口的明太子下去 这非常有利的 对 这道呢 这道是 它的特色在于本身这个麻萨莉拉 跟一般的麻萨莉拉比较不一样的 是这个起司它里面含有 丰富的鲜奶油 所以它水分也比较高 对 你觉得它好像很绵密 它好像看起来没有像我们平常的 是的 麦萨莉拉起司是比较 好像硬的感觉 它好像非常的Q彈 常常有些客人 他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不能够理解这是什么东西 是 我这边一定要介绍一下你们的茶 刚才呢 麦萨莉拉让我闻了好多不同口味的茶 然后我自己选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味道也好香 有一种那种甜甜的香味 是的 它不需要加糖也有足够的甜味 可以让你一直喝到底 对 其实我觉得反而加糖好像就多了 是的 如果说做冰的的话就可以加一些 对 OK 还有其他风味 好 这家店呢 其实它是坐落在最热闹的 商圈这边对不对 进入地下室就可以看到这样一家餐酒坊 可能在这里跟好朋友聚会啦 或者在这边喝个小酒都很不错 这附近可能就是一些比较时尚啊 注重打扮的年轻族群客人比较多 所以当初我们设计这个餐厅的时候 直接从日本请那个设计师过来 所以包括我们后面的图绘 也是日本设计师直接来 哇 现场就这样直接彩绘的哦 对 我们的设计师当初他就希望这间餐厅 让进来的人感觉说他仿佛是 已经在这个城市一角里面很久了 所以他有采用很多 复古的一种铸铁 有一种钢铁工艺的感觉 来凸显他的比较古典的造型 然后也有在很多小小的地方 有采用那个集合图形 对 来提升一种餐厅的质感 原来是开了不久 可是故意要让人家感觉 有旧旧的包括地板 或者是那些有些生锈的地方 有些其实是他故意的 是 但在这里真的 还是隐藏了一种都会时尚感 今天非常谢谢Halo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你 谢谢Stephan 你也很高兴的设计 谢谢